金融系统最高规格的会议开完了 可以说是信息量巨大 这个会本来是五年开一次的 它决定了未来几年金融工作的重大方向 但是去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开 推迟到了今年 然后会的名称也变了 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改为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两个字的变化 体现出的是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越来越强化 在这个会上提到的每个要点都提纲切令关系重大 但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简单概括七个咱们比较关注的重点 首先对于金融工作是越来越重视了 第一次提出金融强国 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 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第二直面问题 指出金融领域里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影响 有的还很突出 金融乱象腐败问题屡禁不止 监管跟治理能力薄弱 第三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 这五篇大文章 第四要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 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 发展多元化的股权融资 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培育一流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 那么也就是说未来呢 注册制还要深入推进 但是同时咱们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那这样一来就意味着 必须得要加强优胜劣汰 只有这样才能把好的公司留下来 差得清出去 第五完善金融机构的定位 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 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的要求 这应该也是针对目前的金融机构的现状说的 因为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往往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而中小金融机构呢 往往更容易暴露出一些风险 像很多地方的城商行农商行 包括村镇银行之类的 之前不是都出了一些问题吗 所以这部分要严格准入和加强监管了 让他们更多的立足到当地搞特色化经营就好了 第六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这里面的风险呢 重点有两个 一个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提出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的长效机制 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优化中央跟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 那这里我们知道 目前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是低于地方政府的 所以在未来可能更多的由中央政府出钱 地方政府办事 就像之前的一万亿特别国债那样 另外一个重要的风险就是房地产风险了 会上提出要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 一视同仁 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 健全房地产企业的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 那这么一来可能未来对于预售资金的监管就会加强 要防止再出现像烂尾楼这种恶劣的情况 还有第七点就是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美元大幅加息的情况下 人民币汇率承受的贬值压力不小 但是呢咱们一定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不会放手不管 其实回头看过去这几节金融工作会议 每一届都会有它的核心使命 97年那回的重点是银行领域 比如说推动四大行的商业化改制 02年呢银行领域是银监会成立了 另外呢贷款五级分类 大的银行保险公司要股份制改造准备上市 证券则是加强跟改进监管 07年呢是继续生化了银行改革 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 积极稳妥的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12年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服务领域 提到了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 17年则是设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然后银保监会合并 另外呢还有汇率改革 推进人币国际化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等 那这次的会议一个定调了金融强国 还有一个是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要有效防范化解风险 在接下来呢各个细分领域 应该都会有相应的配套文件和细则 等等的动作出台 感谢观看